女人花三千请来了的家政阿姨 可本以为对方只是做做饭 打扫打扫卫生就行了 没想到这阿姨却厉害的可怕 有一天儿子调皮 不小心从凳子上摔落 导致肺部破裂产生了气胸 可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 阿姨竟直接开口问道 王太太 家里有安心 那我给我一个 你 你干嘛 你如果不想让他死的话 你就相信我 看着阿姨熟练的操作 一旁的几人都是大眼瞪小眼 而在经过简单的抢救后 孩子也算是被顺利送到了医院 而此时的母亲才得知 刚才要是没有阿姨的急救 儿子早就死在了路上 面对如此精湛的手术技术 就连雇主本人 都开始怀疑起了阿姨的真实身份 叶阿姨 你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医疗知识啊 以前在一家医生那儿干过活 顺便学了一点急救办法 没想到 她用上了 听完阿姨的话 雇主猜忌的心裁算是有所缓和 然而没人知道的是 在阿姨看似云淡风轻的笑容上 却埋藏了一个多年的特殊秘密 阿姨原本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可后来美宝一家的出现 不仅让她丢了工作 还只能隐姓埋名做起了保洁 怎么弄的 不小心自己摔伤了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根本不是摔伤 脸上身上都是摔的 我妈是被打的 美宝 我多废话 原来自从美宝的母亲改家后 就三天两头的遭遇丈夫家暴 她不是不想报警 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家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大事 就算是被警方抓走 经过口头教育后 男人也会被再次放出来 而这样的结果 就是导致宝妈的伤势越来越重 久而久之 叶阿姨就跟宝妈成了朋友 她本想劝宝妈离婚 可想到孤儿寡母的生活 宝妈又很不下心来 只能是默默忍受一切 直到这天 老家突然传来了一个喜讯 说是祖上的房子要拆 只要能拿到拆迁费 那她也就有底气和丈夫离婚了 可唯一的问题是 她要回老家的话 美宝和弟弟就没人照顾了 要不这样 你把他们俩送到我那一晚上 真的 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反正明天我休息 也没其他的事 然而让叶阿姨没想到的是 宝妈这一局 竟然再也没了消息 她只能带着两个孩子一直生活 等再次见到宝妈时 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 她说把房子卖了 要让我把钱交给她 我不同意 她就把我关起来 不让我吃饭 也不让我和孩子联系 今天我是趁她不注意 我逃了出来 而经过这件事后 宝妈也终于是对丈夫死心了 从此带着两个孩子和叶阿姨生活 还每天坚持打工 整个人都变得积极起来 但可惜的是 有些人就像是癌细胞一样 你根本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宝妈的丈夫严永元 在得知美宝几人的消息后 不仅再次找上了门 还把宝妈打工的饭店砸了得稀烂 严永元找过来了 说让我跟她回去 我要是不回去呢 她就每天来砸一次 最终被逼无奈的几人 只能选择逃离这个城市 然而谁能想到 不等宝妈解释 严永元就是一顿毒打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叶阿姨 眼看宝妈迟迟没有来 只能是先带着孩子们上车 然而就在发车至极 她却接到医院打来了电话 说宝妈跳楼自杀了 美宝在得知消息后 也是趁机找借口溜下了火车 因为她心里清楚 母亲肯定是被严永元打死的 所以她要复仇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姐弟两人就踏上了不同的旅程 为了不让严永元找到自己 叶阿姨更是甘心做起了宝洁 从此隐姓埋名照顾弟弟的生活 可谁能想到 二十年后 严永元竟再次找了上来 还举报说叶阿姨是人贩子 私自拐走了自己的儿子 可奇怪的是 原本叶阿姨可以自证清白 但结果她却什么也没说 哪怕是背上了人贩子的骂名 难道 这多年的努力就这样放弃了吗